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小伙 这位小伙子在上节目之前 就在自己的脸上花了三四万块钱 来 掌声有请小伙出场 中备夜门就是吧 中备夜门就是吧 中央有魔交上求张 世中惯惯好惯观张 中央一门下的不容张 大家好 我是李清白 来自长城市今年二十七岁 我的爱情缺乱是 懂得真心才会拥有 这一次让我牵住你的手 今天现场观众非常一致 所有的人眼睛全在你的脸上 是的 三四万的脸 对呀 这三四万怎么花的呀 小时候吧 头 脸这个脚趾怎么动坏了 动坏了 然后呢 一小时候没有自信嘛 然后随着年龄增大了 自己赚钱了 然后就开始修复 就这么一点点的 就这么一点点的积累 就花出去了 我们家这孩子唯一缺陷 就是长得臭点 但你男人长得像花螺蜜 也不太好 来看一下厂上16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选一中人 好 来看一下小伙 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十九岁就出来工作 跟着舅舅学习土木工程 立志不再花家里一分钱 二十一岁 在贵路开富翁店 两年攒下十八万 二十四岁 在长春买房 第二年就还完了全款 大家好 我是李清白 今年27岁 是做土木工程测量的 每个月能赚一万二 但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 并不满足 我赚钱不单靠苦力 也靠脑子 像这样十万块钱的新车 我五万块钱就能买下来 在基金市九十平的房子 得五十多万 我二十五万块钱就能买下来 这样省下来的钱 不也是赚了吗 我现在还在备考二级建造师 考下来每年能多给一万块钱 工资也能跟着涨 未来我还打算和朋友和开个餐馆 又能多一个赚钱的路子 出对象咱先说好 房子和彩礼咱都可以有 但是这个钱一定是我自己拿 不能让父母拿 我对看不上几个婚 让父母兜贫心臭的 我又能有多大能力 我就想多大福 拖累父母的事我坚决不干 他说不用我们给拿钱 我们也得给拿钱 就这一个儿子 你讲话的 我们正常都得给他 就着急想说个儿媳个回来 我老儿子吧 就欣赏我们俩 其实我们家的条件也不错 在这儿 我从那些数一数二的大房子 在仓房子养猪养鸡的 在一个四轮子 开车前我打点冷 在一个秋的夏天 夏天我这一帮人 领一帮人 刚才挖着火 刚才土建 在土建干完了 秋天时 我得倒点暴米 到哪里 到我们家都不受休息 我认为人不能光赚钱 你还得会花钱呢 得活得有趣 比如为了拍好看的照片 我特意买了单粉相机 记录我的生活 记录美好的风景 为了健康 我去游泳 打篮球 平时呢 我还写诗 练毛笔字 从中能够讨厌自己的性情 十一号 周雪 小伙 你好 你好 我特别欣赏 小伙能挣钱这一点 我就特别喜欢能挣钱 然后您后期又说 就是你还特别喜欢享受 我想问一下 你喜欢旅游吗 是这样的 旅游呢 是我接下来想做的事情 我想去四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我这么问呢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旅游的人 然后男嘉宾说 第一个想去的是呼隆贝尔 那我的家乡就是内蒙古呼隆贝尔 我就是在内蒙古呼隆贝尔 我就是在内蒙古呼隆贝尔长大的 这样是你们俩牵手成功了 第一站去呼隆贝尔 你就顺便能看一下老丈人老丈母娘了 对不对 五号一二 小伙您好 你这些所有的兴趣爱好我都喜欢 就是我 你无论是家庭条件哪还是外貌啊 还是你赚钱工作认真的样子 我都喜欢 真是有小兔乱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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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